靜脈血腸是一個非常常見的疾病 患者越來越多 建議所有的觀眾 任何做或站的姿勢 一個小時後一定要動一動 多運動對下肢的循環是好的 晚上睡覺可以把腳墊高 有症狀的時候穿彈性化 如果再不好的話 去看靜脈專科的醫師 給你有很好的質詢 每週一至週五早上八點 請鎖定UDN TV 健康日記 Peter 你不坐是小便 你不坐是小便 有但你不能坐是小便 你不坐是小便 我稍為你指說 我稍為差 真的